关于爱情,我们都把它讲得太简单,简单到以为聊聊天的语气变化都是一种感情风波,都说女人爱胡思乱想,容易因为男人毫无意义的一句话脑补出一场爱情的风暴,但其实男人也一样,很多时候男人很容易因为女人的一句话而产生很多的联想,聊天作为两个人彼此了解最基本的方式,往往能够表现出很多的东西,男人最好要明白,女人对你说的这些话藏着什么意思, 你才不至于误会了她的感情,觉得她是爱你的,很多美好的爱情都是从聊天开始的,聊天中女人经常说睡了,一定要知道是什么意思,别自找没趣 那么男女聊天,女人经常说睡了,意味着什么呢,她对你没有兴趣,想结束聊天,陈琦和张欢是大学同学,他们本来并没有什么交集,但自从陈琦知道张欢和她是同乡之后,她便经常找张欢聊天 张欢只是碍于同学的关系,礼貌回复,后来陈琦的联系越来越频繁,张欢只能以不回复来回复 陈琦的频繁联系,让张欢觉得是一种打扰,但两个人毕竟是同学,也是同乡,她不想把两个人的关系搞得太僵 可陈琦却不懂张欢的心,经常晚上很晚了,还给张欢发信息,不管张欢如何的暗示时间很晚了,她还不结束聊天 张欢不想理会她,就经常对她说睡了,所以呢,男人一定要记住,她经常说睡了,就是不要再打扰她了 你的消息对她来说,已经成为了一种打扰,她经常说睡了,就是对你没有兴趣,你再坚持也没有用 她对你说的一些话不赞同,却又不好反驳你,男人和女人之间呢,思维有很大的差异 所以看到一件事情的出发点不同,看出来的结论呢,也大不相同 所以男人应该要反思,女人在和你聊天的时候,经常对你说睡了 是不是你的某些话让她觉得,你们没有共同语言,不想再和你聊天了 有些女人她虽然不同意你的话,但她还不愿意直接反驳你,让你觉得没有面子 见面的时候会显得尴尬,所以她选择了比较温和的一种方式 用睡了来结束和你聊天,其实有此也可以判断出 这个女人其实根本就没有对你有意思,她如果对你有意思 那么她就算不赞同你说的话,也不会拒绝你和你聊天 她是真的困了,说明她的生活很忙碌,大学时小静的床铺在我对面 她不止一次和我说,我一定要在毕业后两年之内让我爸妈住上新房子 我一直以为她只是说说而已,毕竟这对于我们来说还是有一点太难了 但是毕业两年后小静真的完成了她的承诺,在这个城市扎了根买了房 小静作为努力分道的女孩,没有那么多心思放在男女聊天事情上 她说睡了就是真的困了,但其实你也应该能够看得出来 她不会和你在一起,她没有时间谈恋爱,因为她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 面对不同的情景,男人一定要做出不同的回应 不要打扰了她的平静,也不要误解了她的好心 更不要因为她的礼貌成就了你的自作多情 当女人对你说睡了的时候,就算说再见,不再打扰,是你对她的温柔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